哈囉大家好,我是菲英 今天是8月18號 是我們指考資源選錢開始的日子 正在看影片裡,填資源了嗎? 還沒有填的也沒關係 記得在8月21號以前填好就沒問題啦 最近有不少觀眾都在詢問我關於資源選錢相關的問題 然後我一個月會覺得不太有效率 所以我決定把它做成一集Q&A 把大家的問題一次回答清楚,好嗎? 那我們就進入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指考資源選錢可以填科大嗎? 答案是不行 目前高中生申請科大方式除了學測之外 只有四季二專了 這方面可以參考放在影片置頂留言裡面的連結 並點進去考試分發招生名額進行觀看喔 第二個問題是 登記費要如何繳繳以及繳費單要如何下載呢? 繳費單請各位到我們影片助記欄裡面的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裡面 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看它的公告 公告裡面點進去我們電頭紙的這個連結 把這個貼文給它點下去之後 進行考生個別查詢 你就可以查到你的繳費單好嗎? 接下來我們講講繳交登記費的方式 繳交方式總共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零貴繳款 填完登記繳費單之後 到華南銀行的各地零貴就可以直接進行繳款了 這個是免手續費的 也是我個人最推薦的 因為你可以直接問櫃台 也比較不會出現你填錯資料 或是把一些資訊弄錯的狀況發生 第二種是跨行匯款 你可以到各地郵局或是其他金融機構進行繪款 填寫完跨行繪款單之後就可以了 手續費就是要自己付了 另外這方面我個人是不太建議使用 尤其是在最後一天 因為跨行繪款是需要工作天的 他們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那如果你是在最後一天繳交 他可能電腦還沒跑完 還沒成功送到 結果就截止了 那你是不是你填的資料就沒有效了 重點你還是末代資格 你沒有什麼再重考一年的選擇 所以請各位自己注意時間好不好 取好錢資料 如果你是用跨行匯款的朋友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喔 好嗎 至於跨行匯款的相關資訊 我就放在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最後一種是ATM繳款 拿著你的金融卡 到各個Seven或全家之類的 自動貴源機 或是直接使用網路轉帳 ATM進行轉帳就可以了 收款一樣是華南銀行代碼008 好那我們進入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自願序填寫順序會影響錄取嗎 答案是不會 因為在各校的比喻上面 都是直接用分數進行比序的 自願序的比序並不在裡面 所以是不會影響的 OK 第四個問題 夢幻消息可以填幾個 這邊就要看你預計要填幾個自願囉 如果你全部加起來什麼 夢幻消息啦 安全消息啦 全部加起來在100個以內 你就當然就全部填下去嘛 就沒有這個狀況 那如果你是超過的朋友呢 我個人建議你的夢幻消息 可以在你總自願量的2分之1到3分之1 給各位同學做參考好嗎 第五個問題 選田志願跟各校的獨招會衝突嗎 答案是不會 而且你如果兩個都有了 你就是有兩個選擇 只是在你報到之後 另外一個選擇你就自動放棄了 所以如果你是有獨招 然後同時你考試分發又上的朋友 你就可以去思考哪個是你真正想要的 最後一個問題 109年的最低錄取分數還有111的弱點分析 是否可信呢 這方面我只能跟你說啊 過往的數據都是參考啊 這個都是參考而已 你盡信書不如無書 你如果全盤相信 那你乾脆就不要信了 你就直接按照你自己想要填的資源去填就好了 但相對起來我個人覺得依依比較可信啊 因為它就是用歷年數據 去做一個大數據的分析 但還是跟我們剛才講一樣 參考就好 千萬不要全盤相信啊 最重要還是你自己想要填什麼效系 你自己心裡想要才是最重要的 善用100個自願 我相信只要不是亂填的話 100個自願應該是可以把你大部分想要填的效系填進去啊 最後祝把影片看到這邊的朋友 都可以錄去你心目中最理想的那個效系 並且度過一個美好的大學生活 美好的大學生活正在等著你啊 就是這樣喵 好 那今天的資考自願選題Q&A就到這邊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思緒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